嗨 希睿 我在速报君 听个首新歌 这首新歌是来自吉泽家带子的《鬼》 《鬼》这首歌曲的MV是由动画插画构成的 萌萌的超级之语 在休息的时候听一听放松心情吧 Oh もうやっぱり抱きしめてダーリン きっときっと私だって 好きな人の好きな人を ぐっとぐっと食いしばって 好きになろうとしてるけれど 今天是我跟希瑞的第119天音频记录 希瑞在吗 我在 我是希瑞 跟速报君一起来吃瓜 周刊女星3月31日报道 常来退出Tokyo 还有呢退出杰尼斯宿所 并从娱乐圈隐退 据电视台相关人士透露 常泽先生在七八年前从Tokyo20周年的时候呢 就想辞职了 无论做什么事都顶着杰尼斯偶像的头衔 变得不自在了吧 还有呢 因为山口打野的事件 不能进行音乐活动 也可能是造成退出的原因 还有在3月28日 铁腕原日大使节目中 队长导城帽举起三人的剪指 但影像显示的却是五个人的影像 这一期节目中 早年山口打野的片段也不断流出 日本网友在猜测 山口打野是不是要付出了 不过网友还是表示 这样有劣迹的艺人 怎么可能让他付出呢 山口打野在2018年 因猥亵罪被逮捕 2020年又因酒后驾驶被逮捕 山口打野的妻子啊 还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很多他和儿子的照片 网友猜测 是不是有心让儿子也出道啊 不过同样是照片 有人啊却利用他做坏事 不是照片就是色情吧 还是你了解我们人类啊 根据3月31日LiveDoll报道 YouTube红人 公立进学校在账号里 一直发布许多 有关全国高中和学习的视频 但是他在29号 却被警方逮捕了 罪名是违法了儿童卖淫 和儿童色情制品禁制法 账号主人 为了交英语消磨时间 创建了推特账号 与高中生们进行交流 并向警方坦白 与通过账号认识的女高中生 发生了性关系 但是他辩解称 用的是18岁以上 配对交友软件 还说并不是特别喜欢高中生 我根本不信他的怪话 哈哈 我也不信 不过呀 日本人真的是喜欢 在社交媒体上 进行这些非法活动的 昨天我们就聊到 一名小学校长 也是在网上 售卖淫费照片被逮捕的 法律是保护每一个公民 也是惩罚犯罪者的利器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法律可能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保证 每一个人的利益 每日新闻3月31日报道 诈谎地方法院判决 三对同性情侣败诉 其因是因为这六人 要求国家赔偿他们的损失 因为他们的婚姻 并不受到法律保护 东京 明古屋 大阪汉福冈的地方 法院也有类似的诉讼案 但诈谎是第一个判决的 时事通信在27日报道 法院认为 现行法律制度 将同性伴侣 完全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 但与婚姻一样 异性情侣和同性情侣 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法院还强调 民主是建立在 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 这是基于 在多数表决原则之上的 该裁决还指出 在确定立法 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时 应有限的考虑 对少数群体的法律保护 是消极或谨慎的看法 这是民主 经常被人遗忘的一个观念 爱是需要分成不同性别的吗 有少数多数值分吗 你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确实 我也认为 只要是爱 异性也好 同性也好 都可以在一起 甚至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但站在法律的层面 可能修订法条 需要做出很多的工作 要如何用法律 去维护每一个人 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毕竟 人类还属于动物 很多规定规则 其实都存在问题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明天见 好的 明天见 白了白 白了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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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